這個央行已經進行了 第七波打房的政策 那這政策公佈以後 大家都問 會有斷頭潮嗎 為什麼 因為斷頭潮的話 就能求消費 那未來貸款買房子 除非你名下都沒有房子 否則這個八成的貸款會成為歷史 那今天就邀請到這個我們房地產的專家 來跟大家做剖析 那麼今天先請教一下這個十位 這一次央行的這個打房的措施 算是出手很重嗎 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很重 我們節目是怎麼做 真的 感覺很重 要死了 要死了 沒有 其實這一次真的是這樣 會叫的 有受傷的叫得很大聲 比如說有一些建商老闆 就會覺得說我賺不到錢 我被吸引了 然後有些投資客帶不到管 你就被吸引了 有沒有貸款這樣子 然後可是自助客就是像你剛剛 一開始講有沒有 有沒有跌 有沒有跌 所以有人很開心 有人不開心的原因在這裡 可是問題是不是很重呢 其實這一次是又快又急的 這個速度讓人家抓到一點 一點點 小片子 但是政府擺明了他要打到底 要打到底 要打到底 因為之前呢 比如說上個月有限貸令 大家叫說拿不到 戴口氣 一樣有限貸令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多人動用政治關係 就說我要幹嘛 我要幹嘛 政府不可以這樣 然後那時候總統也說不要這樣 要人家有什麼存給 然後行政院長說沒有 沒有限貸令 然後可是銀行就是一樣 實質就是一樣貸不到款 後來央行李建市會一開會出現 就是就來了這個 這個沒有寬限期的這個 就代表是說是啊 我們就是要我們沒有打房 可是我們就是沒有要給你寬限期 所以等於是實質上 我們的執政黨真的是把房市要給錢 所以出手不是那麼重 但是其實是要打房的 而且是打的是投資客 這次很精準的 都打到了投資客 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可是呢你得到好消息 不會講話 你只會偷偷的這樣子 趕快疊有沒有 那你還有那個可以買 所以會叫很慘的 所以這次要感謝柯文哲 你知道 怎麼說 因為過去在打房的時候 我們沒有換話題了 沒有 我沒有換話題 過去打房的時候 不是新聞臺什麼 台灣全部都在討論嗎 我們每天都可以上很多通告 收視頻很好 超好對不對 然後現在突然間柯文哲怎麼了 什麼 進化成什麼 忘記了 然後現在又颱風怎麼了 大家忘記說原來其實房地產 死傷慘重的事實 真的死傷慘重嗎 真的死傷慘重 死很慘 很多 這看房子會變少了嗎 沒有人 就是我們舉例 十個人 一個案子 一百個人看房子 一個案子這樣講 他是說他一個禮拜 有一百個人看房子 現在突然只剩十個 哇 這麼少 這十個搞不好 還是問說你有沒有廁所那種 很難受啊 我說真的 那之前九十個跑哪去了 那九十個都是投資客 其實如果真的從一百個 減到十個 人家來上廁所 借廁所你也要借他 真貴 看起來不要有人氣 超珍貴 對啊 然後還有案子是說 那種原本是那種 拜託他上久一點 對 高雄有一個最大的案子 史上最大案 說什麼四百億這樣子 然後那個案量很多 本來九二八要上檔 要病病給我 之前已經前銷很久 就突然間說我們不賣了 因為我們沒有客人 這樣 我們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不賣了 對 不賣了 然後我們以後再來慢慢看 這樣 因為很多投資客要預約 可是現在突然間沒有帶 就是沒有寬限期 等於沒有下個投資客的意思 其實自助客還是照買 沒有問題 是沒有下個投資客 所以既然沒有人要買這個東西 那就這一波的人 就乾脆不要上市 因為上車是為了賣給下一個人 所以沒有下一個人 所以那就算了 我們之後再慢慢調整 查評好 按照房屋仲介公司的數字 是說網路瀏覽量下降很多 看房子的人下降很多 長焦也下降很多 那嘉欣你們呢 我們這樣幾個事 一個是說 其實我們大概六月份 整個市場上面狀況 就覺得不對了 不對的原因是因為六月份開始 陸陸續續這種所謂的現代 已經發酵 那以前也不是沒現代 以前通常發生在大概十一月 十二月的時候 年底銀行會告訴你 不好意思 沒錢了 我們就明年再來送 可是很難得聽到六月份 就出現沒錢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時候 還有更特殊的狀況是 銀行沒錢 銀行沒錢 銀行說不好意思 你要先排隊 然後那個建商端 我們也很少聽到 你跟建商買房子 建商說 不好意思 你去自己 自己去找銀行 所以這個是以前很少聽到的 那到後來 這 我補充一下 銀行不是沒錢 銀行做很多的貸款是有錢的 但是房屋貸款 政府有一個規定 就你的比例有多少 只能做房屋貸款 這樣 對 對 就是我們銀行法七十二條之二裡面有規定 就是說你只能夠有三成的部分 來去做不動產的放款 好啦 結果到了九月份 央行選擇信信用管制 一下來了之後 我們本來已經很慘了 他一下來之後 我們銅業是掉了 大概三成多了 我們大概掉接近三成 但是已經連續衰退三個月了 就是大家已經連續跌三個月 只是不敢講 然後網路的瀏覽量的話 我們大概也差不多少了兩成左右 那看屋的人應該至少少了五成以上 那為什麼看屋的人現在這麼少 一個原因是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這個央行這樣子打 我自己能不能借到錢是有問題 那第二個事情是應該會跌價吧 所以大家這個心態 等待 觀望 就不看 不看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 會變得相對比較蕭條 而且其中剛剛史惟講的 我們確實有一些建商的朋友 說我本來 我本來九二八檔期要推的 甚至於我年底要推的 不推的 先休息 所以以這個市況上面來說的話 我們自己預估 大概第四季可能就先休息 可能看看明年第一季有沒有機會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從業人沒有沒有在叫 就是他們上半年 從業人也是 房市的從業人 包含建商跟房中站 因為他們上半年賺很多 不要這樣說 是因為我們這幾年 你發現叫了沒用 叫了沒用 還會被打得更大力 乾脆不叫 沒有 真的賺很多 房中要什麼 導電槽 沒有 那是現在 可是之前賺太多了 賺到後來 他覺得下半年可以休息一下 因為反正錢都賺到了 我們就可以出去玩了 不過我說是臺灣的建商賺太多了 真的 真的 那建商很多都富可敵果 過去這幾年 真的我覺得那個臺灣的房價 找這麼高 跟建商太有關係 你看容積率一下就可以找這麼多 當然可以 我們要換題目了嗎 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就是也全世界的城市也有一些這個去走一走 出局很少有臺灣這麼過 真的 我們的環境也不是說都比別人家好 那立芳這個你怎麼看這一次 我覺得其實是有影響 那很多人其實像自助客 我身邊的朋友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應該是有機會減便宜 所以反而是會等在那裡 但我想要講的是 不管 大家都記在那裡 對 可是現在的現代 我覺得尷尬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有在買股票就會知道 當你預測一個公司 我們有股票來舉例 當你覺得這個公司 應該有機會從一百塊跌到八十塊 請問現在降到九十五塊的時候 你會買他嗎 不會 因為你心理預期 達八十 跌更低 所以這個時候反而是真的會市場 如大家 我們這種頻繁的散戶 頻繁的自助客覺得說 真的會有機會跌嗎 我不覺得 你覺得不會跌 我覺得會跌 可是沒有辦法像預期的 我們只會說 我可以像十位常常喊 就什麼八折七五折 我覺得 我喊都很準 很難等到 我喊都很準 我都有喊到 那你有房子賣給我嗎 當然沒有 可是那個市場真的是很準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就央行這個 的確是有打壓到 這個相關的買企 的確是有讓之前 今年以來真的是漲到 漲翻天了 這樣一個風氣歪風 有抑制下來 可是你要因此這樣子 漲回到今年年初起漲前 我覺得是蠻難的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